全球輿論大動態 近在有報 天天讀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今天我們聊一個話題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到底是誰給人 中華聚焦 我們關注兩會時間 這兒有一條最新的消息 來自於澎湃 你看2020珠峰高層測量登三隊 8名隊員已經成功衝頂 祝賀 新報的消息 習近平就指出 疫情深刻影響世界格局和中國安全 另外 習近平指出 包括聯合報和China Daily都在說 要全面加強練兵備戰 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 《經濟日報》 《文匯報》這裡面也指出 既要算經濟帳 更要算安全帳 國防預算要適度增長 也是理所應當 增加軍費 非常地必要 反分裂更加嚴峻 還是《大公報》和《聯合早報》 也在說 習近平主席強調 軍費的每一分錢都要花出最大的效益 花在刀刃上 也要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 《明報》的消息 習近平主席指出 解放軍要加快新冠疫苗的研發 還有《旺報》裡面 你看也指出 增加軍費 反分裂 那麼中國大陸就說 台獨是死路一條 《信報》的消息 東部戰區航空謀旅520 實施夜戰訓練 那麼全天候作戰 對於解放軍來講的話 是必須要具備的能力 《美國之音》和《旺報》 你看又來說 逼一逼 又跑到哪呢 跑到南海來惹是生非 來彰顯其所謂的自由飛行 《人民日報》的社論裡面就指出 就新冠疫情在美國法院 濫訴中國政府 這就是徹頭徹尾的 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明報》的消息就是 兩會裡面 我們來看 任大代表有些聯署 就說 我們也應該建立 外國國家的豁免法 它做初一 我們也可以做十五 來反制美國 《明報》和《香港01》 中美是否擦槍走火 取決於兩個關鍵因素 一個是特朗普的選情 一個就是美國國內的疫情 修熙抵得陷阱已經深化 中美是危中有機 《中國時報》再說 你看美國的體系 正在終結亞洲時代即將到來 所以歐洲究竟該怎麼去選邊站 是一個兩難 《金融時報》裡面又再說 同樣的問題 你看中美之間在博弈 而且在一個核心問題上博弈 就是到底是全球化還是逆全球化 《信報》說 美國冷戰思維恐導致和軍備競賽 其實不是導致 是已經有了軍備競賽 不再是恐的概念 CNBC和《香港01》 哈佛的學者就說 兩國對抗的結果是雙輸 兩敗俱傷 所以中美之間合則兩立 《信報》和《衛報》 歐盟高官也呼籲對華採取健全的策略 就是不能跟著美國一邊倒 要有自己的主張 《華爾街日報》你看裡面在說 中國的企業也在考慮 要離開美國回家 為什麼呢 那裡太不安全了 《經濟日報》《金融時報》 你看這是一受到中美關係惡化及波及 《長河》本來想競標 以色列的海水淡化工廠的項目 結果失敗 前段時間誰去了以色列呢 蓬佩奧 幹了什麼事可想而知 《信報》再說 你看有人說 就是英國可能不讓華為參與5G 你看華為就反駁 說這個事情並非事實 《信報》和《星島日報》 法院外舉勝利的手勢 誰呀 孟晚舟案今天晚上將會裁決 相信他能夠平安回家 我們也提前祝賀 美國新冠病毒死亡人數 已經逼近10萬 特朗普再次用中國病毒 來污衊中國 這恰恰表明 特朗普現在已經相當的恐懼了 《南華早報》裡面提到的是什麼呢 你看 中國的頂級專家指的是鍾南山 他就對美國的死亡人數感到震驚 說你像2003年SARS的時候 美國為什麼做得這麼好 現在呢 關鍵是換了領導人 《人民日報》兩個社論 一個是國家安全有保障 香港發展才能更美好 另外呢 為一國兩制行穩支援 駐勞制度的根基 有根有基才能夠穩 《信報》和《明報》 你看台籍的人代表就指出 《香港國安法啟示解決台灣問題》 也應該迫在眉睫 而且對台獨來講的話 如達摩利劍 悬在腦袋上 《信報》和《香港01》 《國歌法》今天將二讀 你看有這麼多警力 3500警力已經開始守衛 而且議員呢 尤其是建制派的議員 連夜就已經趕到了立法會 《星島日報》還有路透社裡面說 你看路透社就說 那麼中國大陸以後 在香港會禁止外籍的法官 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 這個還用疑問嗎 肯定會這麼辦呀 《星島日報》 《國安法》 逆增加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這是必然的 任何國家都不允許 危害本國的國家安全 《信報》 《林鄭》就指出 《香港國安法》 如果遇到反對 《香港國安法》 將會依法處理 也下達了一個比較嚴厲的警告 《星島日報》裡面就指出 烹國安法治香港變成一治 這個說法簡直是很荒謬的 而且國歌法的原意在於 要尊重國家的主權 根本不損害所謂的言論自由 所以反對派 包括有一些泛民誇大其詞 《文匯報》和《大公報》裡面看 香港貨幣及金融體系 是不會發生變化的 為什麼呢 就是香港的《國安法》實施 只能夠確保香港的穩定 而且《國安法》有利於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信報》和《星島日報》 李澤鉅也希望 《國安法》能夠穩定香港的局勢 這個對誰都有好處 下面來看 《香港01和彭博》裡面就指出 白宮說特朗普非常不滿 香港將南保金融中心地位 一會兒我們會說 這個地位到底是誰給的 來看另外一個衛星網 還有《路透社》裡面說 特朗普對中國很惱怒 甚至連貿易協議都不如以前 那樣重要 因為貿易協定 對特朗普來講的話 可能會給他加分 但是疫情會讓特朗普 有可能沒有辦法再當總統 《人民日報》的社論 絕不允許用雙標來挑戰國際正義 說的是誰 說的就是美國 《信報》的消息 中國駐英大使館說 不要借聯合聲明干預香港失誤 那個聲明已經過氣了 塔斯社香港01 你看俄羅斯外長就說 香港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也駁斥美國向中國施壓 你們完全不應該這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何鴻燊 何鴻燊賭王逝世 在昨天逝世 也是希望逝者安息 那麼你看林鄭也是身表難過 賀怡成也致哀 何鴻燊也是取諸社會 用諸社會 後人也秉承其教會 確實何鴻燊作為一代賭王 做了很多的善事和好事 澳門日報 文匯報 大公報 今天所有的報紙都在說這個問題 包括何鴻燊 也是新系祖國 秦謙 港澳 你看對中國的航天 包括對中國的文物發展 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還有何鴻燊也不容易 十港元拼出來 現在有萬億的身家 這就是一種拼搏的精神 再來看聯合導報和信報 裡面也在說同樣的問題 澳門的學者在說 何鴻燊家族 是不是能夠維持賭牌 現在還存在未知 而且現在四個太太的孩子們 都開始來爭家產 這確實也是一個問題 明報再說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來養生 要運動 要說笑 笑一笑 十年少 笑一笑是有好處的 好了 《中華俗報》 我們一會兒接著說 我們來看這是香港01 中印邊境局勢加劇 你看中國向拉達克地區 部署5000士兵 印度也在對等的部署 金融時報另外一條消息 你看中國澳大利亞 現在這種外交輿論戰 不斷地加大 那麼很多商家都感覺到很擔心 澎湃 還有今日俄羅斯 俄羅斯超過沙特阿拉伯 成為中國最大的石油出口國 明報的消息就是 渤海發現一噸的油田 那麼這個油田可讓中國使用很多年 但是有一點近海大陸價的石油 相對來說成本比較高 《經濟日報》和《人民日報》 你看穩健的貨幣政策 將會更加靈活適度 而且將會確保流動性 下面再來看《信報》的消息 易綱就說 社會融資和M2增速已經超過了去年 這裡面可用的政策比較多 貨幣政策利率改革 包括數碼貨幣 疫情影響比較大 但是需要通過貨幣政策 來屏蔽這些疫情帶來的影響 《經濟日報》裡面提到一個觀點 叫《老政策新商機》 它的意思就是混改不是目的 轉換企業經營機制 提升企業經營效率 才是混改的主要目標 《上海證據安報》 一到四月份全國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了27.4 比較大 三分之一 下面再來看《信報》的消息 就是銀寶街九招壓制地產的金融化 地產一定要把它遏制住 因為房子是用來住的 《望報》的消息 你看福建省的GDP已經超過了台灣 台灣現在如果排名的話 只能排在第九 張志軍就說這個意義深遠 《中國時報》 台灣現在防疫可能在6月7號 就大解封 看一看疫情有沒有反復 《明報》的消息滅絕了多年 這個是骷髏杜鵑 在四川又重現了 這是個好事 《信報》和澎湃 11萬拍得法院的一個愛馬仕 結果發現是假的 你看 玄武法院就說已經撤拍 這個事情不應該發生 《信報》的消息 98歲的何鴻燊病逝 一代賭亡別了 今天的大千世界 我們就看一看何鴻燊的人生經歷 還有我 暗熱搜繡 智峰 的星期間 在身籍сол 忘不了离别的紫囊 也忘不了了生死的苦恼 一代爱国的赌王就这么走了 也希望逝者安息 生者坚强 好了 广告之后继续读吧 国际聚焦 关注全球的疫情 疫情不好 经济形势必然不好 星岛日报 金融时报 你看拉美最大的航空公司 也就是南美航空申请破产 熬不下去了 信报和金融时报汇丰控股 准备再次重煮 那么将会导致更多的裁员 还是因为疫情 联合早报还是金融时报 法国将出资80亿欧元 重振汽车业 还有金融时报的消息在说 你看你的企业实力 所以如果真的很强的话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资金来储备好 来应对疫情的挑战 你看美国有这么多家公司 它可以在五个月之内 储备一万亿来过这样一个寒冬 近日俄罗斯的消息说的是 你看欧盟现在也很头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疫情导致欧元区 有崩溃的危险 下面再来看 这是南华早报的消息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病毒相当狡猾 它就像艾滋病病毒一样 对人体的免疫系统进行攻击 那么这样一种病毒的功课 需要更长的时间 来看香港01和美国之音 你看美国药厂准备收购 奥地利的疫苗公司 盼年内进行人体测试 特朗普一直想 垄断全球的疫苗 BBC和香港01 英国将用瑞德西维 治疗部分的确诊患者 不管怎么说 现在总得有个办法吧 还有默克CEO 18个月研发疫苗太过激进 这个话说给谁听 说给特朗普听 明报Newsweek里面说 世卫组织已经要求 停止使用抗瘧剂的药 但是巴西很淡定 说不行 我还得接着用 下面再来看香港01 里面提到的是什么呢 世卫组织很担心 担心由于非洲 根本就不具备检测能力 所以疫情很少 但是有可能会大规模的爆发 信报的消息 日本专家就警告 婴幼儿最好不要戴口罩 如果戴口罩的话 要注意好 否则容易窒息 下面来看信报 还有彭博里面提到的 就是黑客现在频频 袭扰医疗系统 红会就呼吁各国要想办法应对 真的是令人发指 这有点恐怖主义行为 我来看卫星网里面提到的就是 美国在乌克兰建造了 八个特别危险的传染病实验室 美国人究竟想干什么 为什么不能开放自己的病毒实验室 让国际社会去检查检查 信报和联合早报里面就指出 口罩政治 你看这里面就指出 拜登戴了口罩 特朗普不戴口罩 实际上这就是双重标准 口罩是政治问题 不是一个医学问题 明报 华盛顿邮报 不满特朗普抗议 你看 在美国老人呢 开始考虑把这个票要投给拜登 路透社还有CNN 纽约州的州长科默就说 要游说特朗普投资基建 但是呢聚会将会引发疫情的担忧 下面来看界面和华盛顿邮报里面 又说一个问题 特朗普的推特已经被做了标记 因为他说了很多不实的消息 尤其是在选票问题上 你看推特就标了一个小的链接 你要是看了特朗普的推特之后的话 你再需要点这个真相来看一看 特朗普是在误导 我这个才是真正的真相 相信特朗普会震怒 卫星网和莫斯科时报 普京就说莫斯科红场阅兵 将会在6月24号再次举行 上次只是空中阅兵 今日俄罗斯你看 约翰逊现在日子不好过 他太宠幸亲信了 袒护亲信了 结果导致自己的支持率 大跌了20% 今日俄罗斯联合新闻网 阿尔兰总理你看赤伯和朋友们在野餐 他不允许别人去这么做 结果自己这么做 结果被批评诟病 澎湃BBC说的是 你看警察膝盖锁喉 美国的非裔男子遭遇到暴力执法 也在哀求我没有办法呼吸了 你放过我吧 但是美国警察他是有种族歧视 明报和金融时报里面 说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明天将会发射的龙飞船 在人声空 美国将会再次和俄罗斯和中国 竞争谁是太空的龙头 而且作为SpaceX 想在低轨道发展商业航天 包括把人送上去 那么在明天的龙飞船发射里面 这两个人将会上天 一个是彭博 一个是Dog 这两个人将会成为新的美国航天英雄 我们来看这是华盛顿邮报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白宫已经指出 你像航天它是一个高风险 但是也是一个高回报 所以两者之间要取得平衡 信报的消息包括Daily Mail 说你看NASA准备登陆火星 所以招了一些人来做测试 这个不能叫自闭 叫封闭式的义工来做测试 自闭是个贬义词 是个医学概念 那么封闭是个中性的词 好了 国际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来看俄罗斯塔斯社 还有香港01 再说俄罗斯也开始建造 首架隐形轰炸机的原型机 名字叫Pakta 大家记住 下面再来看 这是Defense World和卫星网 印度空军组建 第二支光辉战机中队 那么光辉战机和中国的坚实 是同时代研制的 我们现在歼10已经落后了 有歼20了 他现在才开始列装第二个中队 明报和BBC 你看俄罗斯派战机支援利比亚 那么派的是雇佣军 利比亚内战有可能会升级 美国非常担心 联合早报里面指出 乌克兰的警员设性侵女证人 结果警队被解散 CNN联合新闻网里面说的是 委内瑞拉准备把瓜伊多政党 列为恐怖组织 迟早要对瓜伊多动手 BBC里面说的就是 你看这样一个杜鹃 从战比亚最后一支飞到了蒙古 飞了多少 一万多公里 确实挺厉害 还有参考消息和进入俄罗斯 说的是地球的磁场异常减弱 对卫星和航天器将会面临巨大的问题 因为磁场就意味着万有引力 而卫星它之所以能够不跑 也靠的是万有引力 下面我们来看CNN和卫星网 说的另外一条消息 科学家发现杀死恐龙的小行星 如何飞行 是以一个非常倾斜的轨道 撞击了地球 我们来看信报和Daly Mail说的消息 就是日本现在研制了 一个虚拟的味觉棒 根本就不需要吞食就能够想口服 这确实也能够避免有一些人 吃了味觉棒可能挺好 但是对其他的地方会有一些伤害 好了 我们今天焦点评论要谈的就是 香港国安法导致美国要制裁 究竟制裁管用吗 我们说说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香港01和路透社里面说 特朗普说 本周对中国采取行动举措非常有利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国即将在明天 通过香港国安法 你看特朗普准备进行包袱 我们今天的焦点评论说的是 指美国威胁制裁是否会危及到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首先一点我们要明白 香港问题是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 不容讨价还价 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要想制约中国不用再想了 完全不现实 而且相信中央政府 既然敢制定香港国安法 一方面出于主权 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也做了全面的评估 也想到了特朗普将会采取 严苛制裁的手段 所以也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所以才会颁布香港国安法 这是一点 就是早就有预案 有准备 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这个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是历史形成的 是现实形成的 但是现在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需要心动力 这个挑战在哪儿 其实并不是说美国通过独立关税区 授予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有 但不是最主要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它主要要保持稳定 尤其是社会的稳定 那么资本才能够长期留在香港 这个是至关重要 你看去年到今年上半年 香港发生最多的就是黑豹 这种黑豹导致很多人的投资信心没有了 资本就会走 人才就会走 如果资本和人才都离开了香港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将会不保 不在乎美国说 我给你什么地位 这个地位 那个地位 这个有作用 但是作用并不是很大 还有一方面我们要明白 确实香港和美国之间有贸易 主要是转口贸易 但这个转口贸易所带来的机会 占的比例是很少 所以中央政府一定是评估之后 才愿意来制定香港国安法 也不担心美国进行制裁 那么香港的新动力在哪 你看粤港澳大湾区 你看一带一路 这里面孕育的巨大的商机 所以香港可以在一带一路 和粤港澳大湾区里面 发挥金融中心的龙头作用 也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龙头 所以香港有更多的机会 而且我们刚才在读报的时候 大家已经看到 欧盟是不想选边站 包括日本这些国家 也不想选边站 就算少了美国 对香港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冲击 但这个冲击是可以忍受的 只要和其他的国家 一带一路沿岸沿线国 和其他的一些友好的国家 保持金融往来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也不仅不会丢 反而会更加的巩固 美国的没落并不等于香港的没落 美国在很多问题上 它做的是出力不讨好 所以香港的稳定 才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保障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